你看 那個客人閃過了 店家監視器拍到 白色轎車完全沒減速 直接衝撞停放在店門口的 7輛機車 肇事後 駕駛根本不理會 還加速蛇行落跑 白色車子撞過來 它趕快閃開 又從我們店門口這樣子掃過去 撞得7台 太離譜了 漫長的貨架被撞得東倒西歪 機車更是到了異地 目擊者就說 幸好店外剛下車的南可人 閃得快 加上肇事轎車沒有撞進店裡 否則事發前沒多久 才剛走進店裡的女客人 肯定會受到波及 而誇張的是撞完一次不夠 肇事駕駛還在下一個路口 又撞壞了三輛轎車 這起連撞兆頭的事故 就發生在屏東市 事隔一天重回現場 肇事車輛的保險桿 還遺留在一旁 地上也留下長長的煞車痕 而被撞壞的機車 車身零件嚴重受損 只能用黑色塑膠袋包著 幸好兩起事故中 都沒有人員因此受傷 反而是肇事的駕駛 有輕微擦傷 被警方帶個鎮肘 發現它有酒駕的行為 酒精濃度達到0.7 另外在驗尿的時候 有發現它有拉K的情形 原來這名肇事駕駛 不但酒駕還吸毒 神志不清竟然還敢 載著朋友開車上路 就這樣一路橫衝直撞 害得路旁的機車轎車都遭殃 嚇壞附近居民 簡直完命 記者張春華張醒 屏東報導 集團 雷七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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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七星